我们都知道武则天的一生 一共有六个孩子 李红 安定公主 李贤 李贤 李旦 以及太平公主 李贤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 所以这件事其实在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 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你们是武则天的话 你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他是站在他那个角度 有可能他不觉得那个狠 但是如果站在我们的这种角度 肯定不可能的呀 古都还不识子呢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李贤的血统成疑 李贤本来就跟自己的母亲关系就不对付 尤其是他后来听到一个传闻 就说是他不是武则天亲生的 而是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 与唐高东之间有了私情 怀孕之后 这个为了掩盖丑闻 武则天把生下这个孩子 认作是自己的孩子 这个事是真是假 不知道 但李贤相信 因为他觉得他跟母亲之间 好像总是有点不对付 感觉我是捡来的 对对就是我捡来的 结果就是母子的关系就格外紧张 尤其是他当太子之后 那证件跟母亲多有不合 他母亲借口他 说是谋法 把他流放到八州 然后派了秋生机 秋生机是当时有名的酷利 酷利 那是杀人不眨眼的任务 意味着去逼死他去 就是这样的 历史上传的包括我们看很多影视剧 都会演绎出 就武则天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长女 还有自己的儿子 这个是是真是假 传的是沸沸扬扬的 但是我自己倾向于不相信 我也有点不相信 不相信 为啥呢 我认为他那个女儿可能是夭折 因为这个旧堂书就没有这个段子 然后是新堂书 新堂书是宋传人编的 宋传人对武则天没有好感 讨厌这种女权主题 所以他们要妖魔化 他要妖魔化 凡事不利于武则天他都相信 而且那个里边有些逻辑上面 不通的一个地方 你比方说 王皇后走了以后 武则天潜入卧房 把自己的亲生给掐死 盖上小被子 这个过程 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看见 我一想问一句 你们咋知道 武则天不能干了这时候 又没有监控 对啊 跟别人说 说你们不知道 那女儿谁搞死呢 我搞死 对不对 他不可能去说这话嘛 因此我就问一下 你们宋朝这些人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还有 我们有个强有力的证据 就是 后来废王皇后肖淑妃为庶人 那个招书 嗯 那里边给王皇后栽的罪名是 谋刑震毒 意思是想下毒害死皇帝 只字没提 杀女儿这件事 如果唐高宗真的相信 这件事存在 这个县城的罪名 为什么不用 所以我认为 他杀死女儿这件事不可信 当然了 你说那个儿子 李红这个事情 坦白地说 我觉得可能是真的 因为李红当时呢 就是在洛阳跟着父母 结果后来呢 就在洛阳的合避宫 他突然暴毙 但是问题在于死的时机 太 巧 高宗当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 不能理政 高宗当时诞生了一个想法 我善让给我的儿子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李红突然暴毙 因此有人说 武则天 这是想当女皇的 势头已经比较明显了 他不愿意儿子荡在自己的面前 有一个出土证据 是在西安 1995年出土了一方墓志 墓主人叫做盐庄 盐庄的身份是太子嘉丽 也就是太子李红身边大管家 这个墓志这个作者 很有意思 他在反复的暗示 太子之死和盐庄之死 是有关联 而且你看两个人死亡的时间 非常接近 所以说我们就有人怀疑 盐庄死于杀人面口 那么李红死于非命 谋杀很有可能 余老师那你觉得 武则天的六个孩子当中 他最喜欢谁啊 你猜测一下 这个不用猜 毫无疑问 太平公主 肯定是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自小性格 张扬自信 跟母亲的宠爱 是密切相关的 对 所以你说皇家所谓儿女清长 不过如此 就是这样 因为是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他所受到的教育 和他所受到影响 也是历朝历代一直下来的 对 所以他觉得在宫廷里面这么做 很正常 是 甚至是说 我觉得除掉了这一个 是为了整个国家 为了整个权力更加稳固 是 他觉得我这个爱比你要大 对 我放弃了小我 小我的那种小情小调 在大我大权力 大政权 大国 这些一切大的情况下 碾压了 对 是这样的 不到那个层面上 我们无法理解密实 每个人的格局不一样 对 站在平台不一样 站在平台不一样 是这样 是这样